升级版疯狂枕头大战 同来两队在会转动的滚筒上 用枕头互相击打 直到滚筒上只剩下一队的游戏者为止 玩家击打的同时 要保护自己不从滚筒上滑落 游戏将分为单人战 双人战 和三人战三个等级 花儿与兽年们 你们准备好来挑战了吗 我们派人吧 派人吧 你们先派吧 我们派那个 警榜 警榜 那我们就 何老师吧 可以啊 我可以对警榜啊 那还是洋洋 但身高是不是有点吃快了 那洋洋 洋洋来 好不好 一上来之间 好不好 来 来 好兄弟 两位上场 好 洋洋有什么话要对警榜说 先说吧 行吗 我先说 打人不打脸 你都踹我脸了 今天得缓缓了 加油 来 探索 可以往前进 啊 啥 啥 啥 这个游戏跟枕头 有什么关系 第一战 因为双方选手 尚未熟悉滚筒 会转动的调皮属性 所以重新开战 提示大家 锦宝的暴摔战术 在游戏中是可以使用的哦 周周再给一次机会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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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机会啊 避兴 好了好了 气势弱了一场 可以生气点吗 哎呀 杨阳 杨阳 优势和劣势都是过于活活 轻盈 好 来 枕头到这儿 预备备 跟着 要抓紧 待会儿 待会儿掉下去 哎呀 你要抓紧 琴宝你们要注意万一那个轮子翻 打胸 可以抓身体吗 可以抓身体吗 不能抓身体 不能抓身体啊 不能抓对方身体 只能用斩头的啊 哎呀 琴宝 就脚落地了啊 再调整那一束吧 第二战 两位少年尽力厮杀 最终 杨阳用相同招数 成功使锦宝落马 一招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身 少年 果然好接近 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 就算锦宝输也不公平 就要不公平 好不好 你们俩再来一次真正的决下 热身赛结束 这回才真正算成绩了啊 好 净宝输会上都上不去了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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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小燕子吗 杨阳你 杨阳你未免太敏感了 有什么话要对你 有什么话要对你哥说 杨阳好敏感 我 我真的不知道说啥了一句 真的是够了 身轻如燕 他两个眼睛上不了 很快 三二一上 好 准备好 准备好 比赛干人 双方一比一 现在 都已经开始攻下三路了 好 好 哇 认真了 两个人认真了 哇 枕头没了 不可以 不可以给他 两个人砸 哇 哇 强大枕头巨大 好不能动手 两个人不能动手 好等一下 等一下 哇 等一下稍微有一点风吹 因为 因为刚才杨阳稍微有点风吹 少了就够了 第三战 两位少年未夺胜利 歪招进出 大放哨蛋 无所不用其极 最终 由于双双犯规 被判结果无效 他只能握手言和了 啊 啊 啊